农委会对三坡地开发征收回馈金 南投县全县已累积多达九千多万元 农友无力缴纳 县府虽然以尝试以制制条例免除这项回馈金 却不符合中央规定为获得同意 县长李明珍在新务会议中为农民抱不平 立处免收并争取解编 都计内三坡地 县府交开信务会议由县长李明珍主持 会中针对农委会对三坡地开发征收回馈金 全县累积多达九千多万元 农友无力缴纳仪式表示 南投县土地九层五是三坡地 改革农舍棚架动质要几十万元回馈金 让农民几乎无力负担 县长李明珍表示 最新六都直辖市 结编了几千公顷都市计划区内三坡地 南投县府希望比照办理却被打回票 所得经过农委会同意 这真的是一国两制 太不合理 难道县府应该和六都一样有权 不排除将都市内所有山坡地都解编 让农友免缴回馈金 希望农委会能够废止回馈金缴交的措施 来顺利明义 我们希望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 就是一致的 六都可以 县市政府也可以 所以我们要来检讨 把我们都市计划那些的 山坡地全部把它解除 我想这个回馈金 是要政府去补贴造林的奖励金 造林的奖励金是政府自己要编 自己编造林奖励金来补助这些造林的农民才对 怎么要把收回馈金来交 补助这些造林的奖励金 就是太没有道理 所以政府这样的做 是让我们地方非常的反感 尤其老百姓 现在经济不经济 你看现在回馈金 我们南投县政府 我们南投县 大概有九千多万 这个回馈金没有来交的 他们不是不愿意来交 没有钱 钱从哪里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个回馈金的收入 希望我们南投县要检讨 最好是能够撤销掉不要收 然后要收的话 要照林奖励金的话 又政治贬立预算 你看现在这个观光位不景气 那么马上要给去旅游的这个补助 一输出就一百亿 钱这么多 要给赵林奖励金就没有钱 又要向这个老百姓来收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 政府老百姓都非常的反感 希望我们中央政府 要处理来检讨一下 县长林明珍表示 政府钱应该花在刀口上 如果这一百亿拿来奖励赵林 森林富裕一定做得一级棒 生铺地农民也不必再缴回馈金 这样才能够造福民众百姓 记者蔡世奇 县府采访报道